Ri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就沒有看到TWIGG 他最近也在打天梯 他天梯實力也不弱 他打一些特殊地圖非常強 但天梯的話 整體表現還沒有到像S級的 直接選什麼那麼的亮牛 但我覺得他的比賽也是值得一看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他選的是中國人 中國人一開局村民數比較多 需要先收村 然後趕快去持樓 持樓的話就趕快按下一村 還要記得補個房子 待會就要卡人口 現在已經17 這個村民出來 可以考慮先發個房子 到後出來村民再直接去拉這個大象 所以中國開局一開始非常困難 中國這個文明也是非常強力的 他是三種科技都全滿的 步兵 攻兵 騎兵都可以 騎兵路線雖然沒有遊俠 但他有駱駱駱可以用 重裝騎士 重裝駱駱駱駱 所以路線來說的話沒有問題 只要經濟有控好的話 他的戰術選擇是非常多樣的 那後期的話比較建議 打這個大衝車配這個 中國聯路 做個搭配會比較好 這邊老鷹想來偷說村民嗎 沒有 直接走掉了 因為中國這邊是有織布的 一開始是有織布的 所以這邊老鷹想過來繞 抓村民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中國這邊有在想 他會不會偷我的大象 這邊看大象會不會被偷 不然他這邊應該是想要 專心去趕路跟探圖才對的 結果被迫回來防一下自己的大象 好 這邊趕快山羊吃完 繼續來吃大象 好 出來射一發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的一個文明特性 是他非常適合打老鷹 跟他的寶兵 這個暴勇士 暴勇士的話是針對對方步兵 會有很多的外傷害 但對方攻兵不太行 那攻兵部分的話 就要靠自己的老鷹的部分 去做一個壓制 那阿茲就算不打老鷹 也可以出這個戰毛兵 還有這個直毛器 那這個直毛器可以讓阿茲人 阿茲特克這個文明的戰毛兵 攻擊一多加一 射程也加一 非常高的一個傷害 好像沒有夾射程 我記得是有夾攻擊 還是都有夾 我覺得他的這個能力 跟帝王戰毛器差不多 只是血量比帝王戰毛 血量少了一點點 所以阿茲後面打這個戰毛兵 垃圾兵是不錯的選擇 好 那這邊也是招刺了大象 那阿茲以南美中文明來說 應該算是經濟前面最好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所有資源的斜大量 都會多加散的關係 所以村民一處可以不用一支張 返回的關係 所以造成他經濟是最好的一個原因 雖然瑪雅也不錯 但瑪雅的話比較注重於 在淺寫這個肉量消耗比較慢一點 到我這個後期金礦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阿茲整體來說還是最好的 經濟最好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府 那目前看一下阿茲特克的金礦 算是偏裡面一點點 要打分數的話 算是有70分喔 還算不錯 這邊如果有探圖探好的話 防守的成本並不會太高 而且右邊這邊可以直接圍死 這邊都會大量圍死 那我從70分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這個金礦是偏外側一點 而且左邊這邊偏難防守 這邊如果對方直接插劍塔進來 還是很容易被打爆的 好 那看起來 7、80分有啦 講好一點應該是80分 好 那中國人這邊的地圖看起來還算不錯 雖然果汁外面前期比較難受一點 金礦在裡面 防守來說跟阿茲也差不多 至少也是7、80分喔 所以兩邊有點算是55開的地圖 並不會說誰優誰獵 好 中國這邊點下了一級農一級木 直接打一個開農局 阿茲這邊會怎麼打呢 一級農一級木也打 哇 最近大家都很流行打這個戰術 一農一木 先行點下 那通常有點一級農的話 可能就是封建時代會出兵開始打架 會打比較久的一點時間 所以點一級農比較划算 當然也是有可能直接上城堡時代 但通常會點一級農 是有這個想要在城堡封建時代 拖久一點 的一個想法 好 這邊直接挖金晃 該不會你們沒人要出兵吧 哇 這邊直接圍死了 哇看起來沒有了 這兩邊不會打架了 直接上 城堡時代 但是其實這個一級農也不一定要點 如果真的要高速上城堡時代的話 一級農不要點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樣會更早點城堡 阿茲 上城堡會打什麼呢 如果阿茲打老鷹的話很有優勢 畢竟他這個均勻的效率也是比較快一點的 但如果中國打奇兵的話 就要思考一下 這個老鷹的數量要夠多 才能壓制回去 好 阿茲特特這邊準備點下了城堡時代 老鷹開始慢慢按得出來 OK 點了 15分 還不到15分半 很早很早 中國這邊也是點下了 為什麼這個發生的中國後面 為什麼有個大字啊 這是顯示錯誤嗎 中國大 中國真的是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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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刺頭回家 三隻刺頭 三隻刺頭 這邊直接換掉青騎兵一隻 還可以 中國大這邊直接把青騎兵 剩了應該是要繼續打青騎兵嗎 應該還轉刺火吧 不是轉騎士吧 繼續打青騎兵是不夠外的 好 壓制這邊直接3TC開弄 沒有要跟你打暴兵了 他看到對方雙馬就 看到這個馬一直在出 他可能覺得對方可能會出太多馬 他自己在稍微防守一下 出槍兵 手也是很簡單的 轉手為攻 這邊開始出老頭 老頭趕快去外面撿一下聖惡 中國這邊也是選擇3TC開 而且還點下二級農二級木 哇 這個打最濃的那種 阿茲還沒點二濃 所以就先點了 阿茲這邊還點下了神聖思想 那阿茲的僧侶 這個 血量也是最多的文明 他只要沒點一個僧侶科技 血量都會多加5 那我有嘗試點到最後 是25滴血 血量非常多 跟這個大洛瑪血量差不多了 這個雞肉僧侶 非阿茲莫屬 戰鬥型僧侶 那血量多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單純的存活率高 遭響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可以扛比較多青旗兵的傷害 比較好成功遭響 所以阿茲打神旅戰是非常難解 看這青旗兵看到上去也不敢打 好還是遭到了 最後還是被青旗兵收掉 那我這邊也剪下輪走技術 第四個TC蓋在前方 到處剪生物 阿茲每剪一個生物都會加33%的生物的加成 所以他減3個生物等於4個生物的黃金量 所以如果中國不減生物的話 讓對方全部減走 他經濟會非常糟糕 然後讓對方經濟超級好 那就有點好奇 如果他直接放棄減生物讓對方減 這個就有點不好說了 中國可能一定要打出一件經濟優勢 去潛壓會比較好 結果這邊果然是阿茲先升到帝王時代 經濟實在太好 這也是因為他是3TC 因為中國這邊是4TC的關係 上帝王時代反而就會慢了一些 中國這邊也剪下 反而是像是八四村對七八村 村民術並沒有落後太多 兩邊都打得非常的 還好我是用二倍速看 不然用一倍速看可能會看到睡著 前面打得有點 根本別在打架 就是你農我農 但是中國這邊有趣的事情來囉 等一下裝甲步兵 你打裝甲是看不起阿茲的棒棒是不是 這個不給尊重 如果我是阿茲直接城堡蓋出來棒棒狂按 但他這邊裝甲步兵是要針對對方老鷹的關係 所以應該是想要先行 擋出第一波老鷹飛進來的一個問題 好這邊老鷹嘗試要進去了嗎 這邊先收掉生旅 這邊沒有為好 直接進去沒有問題 哇阿茲這邊尷尬 不是阿茲 中國這邊尷尬 雖然有裝甲步兵 跟長甲步兵還沒生化喔 好稍微反制一下 欸裝甲步兵追著老鷹的畫面非常特別 人家是英勇士耶 不給尊重阿 你是裝甲步兵耶 好但是變長甲步兵了 長甲步兵可以有效克制老鷹了 好 這邊玩走 進去這邊再圍一下 直接做個包夾 哇靠 勞鷹直接被包在這個小 小型的區域裡 全部吃光啦 差點又講錯了 好這邊雙手劍兵補下 看來這邊要鐵的心打步兵 阿茲是劍狀 哇你轉長劍兵 那我就轉弓兵 那阿茲的弓兵有個小小的問題喔 就是沒有拇指環 雖然他有三級射 我們強奴可以用 但是就是沒有這個 強力的拇指環 那要對付對方劍兵的話 我還是覺得搭暴勇士打 就可以了 然後配上一些自己的 紫毛器戰矛 會比較適當一點 那戰矛兵是對付對方攻兵用的 但沒有想到 中國這邊是直接要打步兵 選個紅色蠻好看的 讓中國轉紅色 結果轉戰矛怎麼是你中國 你已經預判到了阿茲要打奴兵 壓自己的雙手劍兵嗎 他已經預測未來了 好巨頭直接開頭 上方 城堡壓了出去 好這邊中國也在修 阿茲也在修 四巨頭拆 哇這個太狠了 四巨頭很難守 好強奴還沒升好 黃金不太夠 只能升到奴兵 這邊要不要靠買賣一下呢 在買賣的話會沒有石頭 好這我自己城堡先倒了 但阿茲的城堡也爆了 這邊升完劍兵我是 劍龍70滴血 巨頭司機蓋在高地 這裡反擊 退一下 OK 這邊打得非常謹慎 阿茲二級龍也補下 三防也補 這邊是要轉些爆勇士 正面技術補下 三巨頭 嘗試前壓對方的巨頭 這個巨頭可能會爆喔 哇果然爆了 好 點下長劍兵跟軟甲 還有龍冠戰爭 阿茲點下龍冠戰爭的話 傷害就可以遠超與中國的劍兵勇士了 後方有少量的兵 中國連弩 再做個燒 阿茲強奴遲遲沒有點下 他可能覺得點強奴也不是一件好事了 但我覺得這樣的數量點強奴也不會太虧喔 可以考慮按一下 好 所以我連弩直接開射 等下人家有輪甲技術了 非常坦 1加6 好 見面勇士生好 1加5 講錯 看一下這邊的對打 這邊對打 劍兵勇士直接開射 戰爪兵直接先射後面的奴兵 奴兵第一時間沒有對對方的劍兵勇士造成輸出 反而打村民 所以這邊強奴可能會出事 這邊可能會打不太贏 數量直接屌輸 雖然劍兵勇士現在是13加8 21攻的劍兵勇士 強奴這邊硬點 然後中國這邊轉出一些奴兵 這邊轉奴兵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要跟你打步兵啦 打步兵我沒有甜頭 轉奴兵的話 還可以反制回去 畢竟自己有拇指環 你的強奴反而沒有拇指環 我打強奴反而更有優勢一些 地上一片屍體啊 中國這邊打了一個多線 清奇兵也是到處燒 但這地圖真的太好了 右邊輕鬆手 打了幕區守住 中國這邊防守可能要苟住 阿茲這邊的壓制非常強 4台巨型頭11 瘋狂潛壓 劍兵勇士再度潛壓了過來 進入城堡射程範圍內 適時的反擊一下 阿茲特克轉出了精銳英勇士 劍兵勇士直接走進去 仇以不回的 瘋狂殺了 這通城堡應該守不住了 哇 果然還是掉了 中國的城堡只剩下兩個洞 我覺得打對方老鷹的話 跟劍兵勇士 其實直接轉中國連弩會更好一點 最近強弩的缺點就是只能單發射擊 射老鷹的話效果其實沒那麼好 中國連弩的話傷會更高一些 清場效率更讚 左邊這邊有非常多的劍兵勇士 直接在砍村民 哇村民倒了一大堆 村民處下降到剩103吋102吋 正面城堡能夠守住嗎 因為非常多老鷹直接上來硬戳 應該可以守住喔 這個老鷹一直 遠遠不絕地飛過來 中國村民一直下降 剩93吋 劍兵勇士稍微可以扛前線的傷害 劍兵勇還要再出一些 劍兵勇 砍老鷹就是舒服 這邊老鷹有點在下水角 不能再這樣繼續擺給會比較好 這邊太想要往對方家裡送了 確實他裡面殺到非常多村民 村民剩91村 到處地上都是村民的屍體 太難受了 下方這裡也補了 我以為是馬舅之類的 本來上面是有 我以為下面有 結果是堵了一個兵工廠是什麼畫面 叮叮 兩邊稍微休戰一下 稍微補一下經濟 中國這邊看起來還是持續被壓制住 這隻的黃金量少到剩下400 繼續出老鷹嗎 還是要打算轉變兵種呢 8-9老鷹持續到處鬧 這邊是看到的是不是 這個哨戰有沒有看到 結果兩邊插順了過 這個洞依舊沒有補起來 欸有補 哇但是這邊還有更大的洞 哇頭更痛了 這個居然還有一個洞 他可能以為這個建築物的這個竹子 是真的是竹子 結果不是 大利之母的竹子 是自己建築的竹子 哎呀 被地形殺了 這波又再衝進來 這邊中國裡面做一個軍事前壓 城堡有再往前想要推進 哇這一波老鷹飛進來很難受 好但是阿茲正面可能會有點打不太贏 這邊要趕快轉直毛器嗎 還好沒有往這邊飛喔 往這邊飛的話 中國就頭疼了 那邊村民太多了 城堡也掉了 阿茲直接反擊了一台巨頭 第二頭能換到嗎 應該沒辦法 這個有點歪 好 四巨頭直接往前 好後面強弩輸出還不錯 這邊老鷹直接往前壓制 但是劍兵勇士 殘導了非常多的劍兵勇士跟長槍兵 老鷹直接往後飛 這邊要高速拆巨頭是非常快速的 哇巨頭直接倒了兩個 第三個能夠收掉嗎 哇這個老鷹在發呆有點可惜 右邊的貢兵也是持續受到傷害 好中國 看起來有點不妙 啊不是中國阿茲 我在想說他這邊全部送光直接擺A 是什麼 什麼情況 我點認住了 這個 是不是空下比較好 結果全部把這些奴兵送光了 好 再次走回老路 見兵勇士 好 這個職矛性1.8號 3加58攻 射程有啦 9射程 原來還是有加射程 那我沒有記錯 OK 紫毛器能夠擋住中國的牆兵牙制嗎 但正面劍兵勇士持續往前 但很明顯 有龍冠戰爭的劍兵勇士還是更傷成龍 後方牆兵數量開始減少 還是慢慢打了回去 但是現在這邊是阿茲出兵點 這邊他有蠻大的優勢的 因為兵馬上可以補得起來 前提是要有更多的經濟 上網這邊有一坨村民想要蠢蠢欲動 偷挖一下石頭 這邊也是砍掉了一些中國村民 哇這邊兩台巨頭直接爆開 哇阿茲終於反打了回去 中國這邊有點下水餃 但這邊有馬就出來了 結果這邊中國打出了GG 哇阿茲沒想到這邊紫毛器 加劍兵勇士反擊了回去 老鷹中間那一波打的也是蠻漂亮的 那中國這邊我覺得問題是沒有出到中國連弩吧 有中國連弩的話連對方毛兵都會打回去 紫毛器的射程實在太遠了 可能連中國連弩也會打不太到 那我覺得中國這邊還是要把自己經濟先顧好比較好 它經濟一直被騷擾 沒有到非常好的一個安全狀況 所以一直要去補資源 導致自己前線兵很容易就會沒有 雖然看起來這一波前壓是它的優勢 但阿茲這邊經濟更好 它的村民處一直保持在120村左右 後面經濟也沒有被騷擾到 那阿茲的勞印費打是著實漂亮 到處只有這個均勻 隨時可以對中國一些的領地 做出一些傷害 那城堡也只剩這兩邊 所以待會它只要一直往下面這邊灌兵進去 中國就很難繼續守住自己的農田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是阿茲還是贏得比較多一點點的 村民處領先之外 還有這個天聖3的 食物的那個攜帶 這3生物可以拿到這麼多黃金 就等於4生物的效果 這也是為什麼 不能讓阿茲在前期拿到這麼多生物的原因 應該這黃金生物已經領先的快1萬了 非常的多 中國這邊反而是用少量的黃金 打到現在已經是相當厲害了 如果是我應該是 城堡時代就已經倒了 他可以打到54分鐘 相當不容易 那我覺得阿茲這邊打得很好的地方是 他立即有轉出劍兵勇士 還有自己的老鷹跟戰毛兵 這三種兵確實是打 中國這個搭配組是非常好用的一個選擇 戰毛兵雖然晚出了一點點 但只要你看這個戰毛兵出來 對方強奴就真的是沒辦法輸出了 很容易被打回去 那對方強奴也沒有 只剩下劍兵勇士的情況下 戰毛兵數量異多 還是可以打贏這些戰毛 打贏這些劍兵勇士 所以我覺得阿茲的戰毛 算是相當關鍵的一個單位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支影片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